看完 宫里要出第二个阿弱 燕婉 燕婉 春辰 你先走吧 燕婉 你额娘托人带话进来了 说是银子用完了 让你早些送去 我不上个月刚送过去的吗 可能是你额娘知道 你在中翠公当差以后 有水多了吧 我所有的银子都给他们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要不然 你让大哥喜欢你 封你当个什么 侧夫进阁阁之类的 你不就有办法了 别瞎胡说 燕婉 你怎么来了 走 怎么啦 怎么了 看你这表情不高兴啊 是不是伺候大哥太累了 这大哥吧 现在正是顽皮的年纪 你要学会偷点懒 别让自己太辛苦了 听见没 不是 难道 你额娘又问起咱们俩的事 你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 我王娘不喜欢你 嫌弃你 她一直想让我嫁一个富贵人家 燕婉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努力的 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保证 我好 云彻哥哥 难道 你只能待在这儿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别的办法 慢慢来吧 我想办法总是会有的 你说呢 是啊 妈 你是男人 不怕等不到机会 可是我到了二十五岁 就要出宫了 在这之前没有机会 便再没有可能了 你说什么机会啊 不是 你在中翠宫不好吗 我娘总跟我要钱 去供我弟弟化孝 我也实在没办法呀 我也不希望他们总受苦 燕丸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 云哲哥哥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阿玛凡事丢了关 膝下满门姑姑 醉沉之后 这个身份会随着我的血脉 代代相传下去 而你入宫多年 却只是个冷宫侍卫 没有出头之日 那可是我们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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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将来 我们没有将来 如果我们在一起 便是一辈子的奴才 我当奴才不要紧 但是 我不愿意我的哥年和我弟弟 跟着我一起受苦 所以 你就当不认识我罢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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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阿 真的 怪不得皇上最近常来本宫这儿 怕是已经对这个燕婉留了心思 若是再让他唬媚几次 这后宫里岂不是要添新人了 淳妃姐姐 您好不容易才到今天的位置 千万要小心这个丫鬟 皇上若是喜欢他 本宫又能怎么样呢 再说 现在皇后娘娘病着 佳平刚生完孩子不能伺候 后宫里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人 皇上要是想纳新人 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就算要纳新人 也不能出自您宫里 淳妃姐姐 您仔细想想 您现在已经有两位皇子了 若是燕婉得宠 旁人必定会认为是您举荐的 要捧着他 去替三阿哥争宠呢 这会让三阿哥成为忠实之地的 那怎么行啊 谁也不能伤害永章 妹妹 可有什么好法子 就说 这燕婉 燕婉 燕婉 大哥 你去哪儿啊 我 前日花吗 给我的字贴 你放哪儿了 大哥 我给您搁出桌上了 您没看见吗 没啊 您再找找吧 行 我这就给您找 燕婉 你什么时候给我包 金针菇豆皮皮的包子啊 有空一定给您做 你瞧瞧 你瞧瞧 这新野的 哪里还有心思伺候永皇啊 可欣 传燕婉来 是 来 来 奴婉 请纯妃娘娘 海贵人安 起来吧 燕婉 你伺候永皇 伺候得很好 好 永皇也常夸你 伺候好大阿哥 是奴婉的本分 本宫是想留着你 伺候永皇的 可今日青天剑 来给永皇算流年 本宫便把你的八字 拿去和永皇一合 不成想 不成想不仅和永皇相克 还和皇上翻宠 这就不太好了 这就不太好了 为了皇上和永皇的安好 你得避得远远的 娘娘 娘娘 奴婢 怎么 你不满意吗 不 奴婢不敢 本宫看着 你人比花椒 去花房伺候花草 最相宜 谢娘娘恩典 只是 大阿哥一时还离不开奴婢 还请娘娘稍收通融 让奴婢 跟大阿哥交代几日再走 害贵人 若命数相克 多留又有何意义呢 你想开些吧 否则真克着了阿哥 被罚去新者库也不为过 好 奴婢遵命 奴婢立刻就走 可欣 在啊 送燕婢去花房 是 谢谢妹妹 主 您的请义拿来了 还是换那一件 清玉色 暗纹梅花的吧 主什么衣裳 都喜欢梅花纹的 和从前一主一样 其实主上了妆 真好看 这杨柳细梅 是皇上所喜欢的 这杨柳细梅 皇上送的口汁 叫做嫩无香 像吴帝的女子一样 清婉娇美 未见其人 千闻其笑 主啊 皇上真是有心 只可惜 只可惜 我喜欢的是远山梅 更不喜欢涂脂抹粉 就是因为主从前 实在不太打扮 一旦用心起来啊 才会这样经验 饮得盛心常驻 上了妆 换了张脸 自己看着 自己看着 倒像另外一个人 另一副心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